《超戰和羊子》主演的電視劇被切當後,今年可能出現不了大爆劇了。 罪言,2021年9月5日,湖南衛視發微博官宣切當。 余生,請多指教。該劇的男主角是超戰,女主角是羊子,兩個人都是頂級流量。 而且,《超戰》還是因為單改劇而爆紅的,確實屬於被打壓的對象。 當然,這種打壓肯定不是永久的,只是暫時的,畢竟《超戰和羊子》沒有犯錯,這部電視劇肯定還會播的。 如果是明顯播的話,那今年可能就沒有大爆劇了。 2021年已經過去了三分之二,卻沒有一部收視率高,播放量好,引起全民討論,口碑好的電視劇。 余生,請多指教本來是有希望成為大爆劇的,首先,《超戰》是頂級流量,所以這部電視劇的網絡熱度肯定會很高,播放量也會很高。 其次,《楊子是同星》出身,國民度很高,而且有過鄉物沉沉盡如相和親愛的,熱愛的兩部上星代表作。 再次,《湖南衛視》是年輕觀眾最多的地方衛視,擁有很大的影響力。 最後,《騰訊視頻》的用戶最多,《騰訊視頻》肯定會吸余生,請多指教最好的廣告位。 當然,一部電視劇能不能火,最主要還是靠劇本,如果劇情不好,最好的演員和平台都是白搭。 余生,請多指教根據柏林石像的同名小說改篇,這部小說很受歡迎,說明題材很受歡迎。 非著名如平人吳青公子出,但是改篇得好不好,只有等播出才知道了,所以只能說余生,請多指教有希望成為大爆劇。 十年前,也就是2011年,竟然誕生了四部大爆劇,其中湖南衛視就佔了三部,分別是《回家的誘惑》公佈報驚心,另外一部是《真還傳》。 如果按收視率來看,《回家的誘惑》是第一名,該劇城市收視率最高時有5.2%,收視份額高達26.7%,打破了韓劇大長金的收視紀錄。 值得一提的是,大長金也是在湖南衛視播出的。直到2017年,人民的名義才打破《回家的誘惑》的收視紀錄,該劇也是在湖南衛視播出的。 所以說,湖南衛視的平台影響力太大了。從《造星》來看,《公和報》報驚心比《回家的誘惑》影響力大。 讓《劉惑》和《劉思思》因為這兩部電視劇成為頂級流量,馮少峰因此走紅,吳奇隆因此翻紅,並且還捧紅了很多明星。 而《真還傳》則是這四部電視劇中口碑最好的,是公鬥劇中的巔峰,到現在都還不過時,還是經典。討論,你覺得如生,請多指教有望成為大爆劇嗎? 謝謝大家,謝謝大家。